这架飞机是从西班牙巴塞罗那飞往德国的都塞尔多夫 那么在法国南部的阿尔卑斯山区坠毁 大量的救护人员来到现场 在现场清理出了600多块遗体 惨到什么程度 没有一块遗体是完成的 当然在现场也找到了这个黑匣子 那么这一事件也是最近这些年来 诸多的恶性航空事故当中非常悲惨的一件 那么德国直役航空公司上面的母公司 是德国汉沙航空公司 在这时候站出来说 无论什么情况发生 我们都不会逃脱责任 我们绝对会彻头彻尾的赔偿 因为根据国际上有关空难赔偿的条例 这种情况下赔偿是尚不封顶的 为什么呢 如果因为说天气原因 外力冲击 不可抗力等等等等 那么赔偿的封顶价大致是15万7千美元 可是在这个过程当中经过调查 这并不是什么不可抗力 而是这个副驾驶卢比茨有意为之 那么因为这样的原因 航空公司必须承担全责 也就是说他的赔偿尚不封顶 那么这个事情是怎么认定 是这副驾驶有意为之 就是因为找到了驾驶舱里边的黑匣子 这个黑匣子完整的录音显示 这是副驾驶卢比茨有意为之 制造的一起追击事件 就是驾着飞机 一个劲往下降降 然后撞到阿尔卑斯山上 造成了这一幕惨剧 那么黑匣子呈现出来的录音非常完整 从飞机起飞之后20分钟 在这个期间 这个机长和副驾驶卢比茨之间的对话 都是关于航空数据 飞到哪个高度和地面的监测站联络 等等等等 双方的对话非常平稳 完全是一种特别正常的工作状态 然后黑匣子里边显示的录音 是这个卢比茨好几次催促机长 说你在这个巴塞罗那边起飞的时候 忙于准备工作 你就没上卫生间 你该去卫生间了 该去厕所了 催了好几次 接着机长呢 当飞机飞行到一万多米以上的高空的时候 很平稳之后 机长站起来去卫生间 然后传出来呢 动椅子的声音 就是卢比茨代替这个机长驾驶 然后关门 因为机长出去了 机舱门关上 关上之后 根据地面雷达监测站的显示 这个时候 这个卢比茨用手动操纵的方式 输入了使飞机急速下降的指令 而这个呢 是自动做不到的 必须手动输 急速下降 然后这个时候 地面的监测站和它联系 就说你为什么下降这么快 这是违规的 但是很快呢 就联系不上了 这时候只能听到机舱里边呢 这卢比茨的呼吸声 而且这个呼吸声是很正常的 接下来的录音呢 就是这机长回来发现打不开舱门 敲门 不开 然后接下来这机长在这舱门外喊 说看在上帝的面上 你赶紧开门 因为机长有驾驶经验 知道这时候飞机是在急速下降 他知道事情不好 可这时候驾驶舱里呢 卢比茨不答应 只有他喘气的声音 然后后来这机长在外面开始骂上来 把这该死的舱门打开 然后拿着斧子再砍这个舱门 然后接下来就是非常大的声音 这可不是斧子砍舱门的声音 而是飞机已经撞到了二阶线 所以说这个舱门 不仅是高科技的 而且材质特别坚固 就是你在外边 想通过外力把这舱门打开 几乎可能性是零 不可能的 他通过什么程序 机长回来呢 他必须得按着钮输入 说我要进入这机舱 你打开 如果里边的人不给他打开 或者里边人这时候已经失去行动能力了 那么机长这个时候呢 可以输入一个紧急代码 这紧急代码会帮助他自动打开舱门 但问题是呢 里边这个人如果当时没有行动能力 你这样行 可是里边这人 他要是蓄意的不给你开 他可以在里边按一个键 这个键保证你输入紧急代码 你都进不来 所以说这卢比斯在这个过程当中 其实是非常冷静理智的 在按照自己的想法操作 就是我把你弄到卫生间 我不让你回来 然后我架着飞机自杀 所有的这过程都已经在他的预案当中 就是他其实是在非常冷静的 执行自己要自杀的这一套计划 喜欢这小时光 但是我会把他太帅上